大家好,又是我行運社長劉冬林 大家現在看的就是焦點視頻的社長行運密碼 今集說什麼呢? 都是拆解一個我比較喜歡的一個藝人的八字 在這一集會更加告訴大家 怎樣去看我們所謂八字的一個學派 當有庫的時候 所謂的庫就是儲存的性質 一個倉庫的概念 有庫的時候它是屬於什麼性質 會帶給我們什麼黑形 還有當貴人來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把握那個吉認會在哪裡 什麼情況之下可以掌握到這些貴人 甚至乎在什麼年什麼月認識到的另一半 那個另一半都很有機會成為日後的太太 或者是老公 就是真命天子、真命天女 那怎樣去看呢? 這一集就要跟大家否認識了 不要錯過 歡迎大家收看這一集的社長行運密碼 OK 在正式收看這個部分之前 歡迎大家 在我的資訊欄 去一下我的Facebook個人專頁 走運社長劉東林 給個like 給個讚 還有 最近 我公司 在公司 推廣我旗下的一本 財經雜誌 《炒故邦》 有一個星演導航版 免費給大家欣賞的 到時大家 可以聽著 怎樣去掌握這個大事的狀況 其實年中不少人去了我個人專業,都會索到不少好東西,從而發到一筆小環財 大家不要錯了,這些都是我免費開放大家的資源,希望大家開心 好了,講回今天的主題 一個八字 這個八字是什麼呢? 好,沒錯,就是這個人了 這個人,大家可以看到了 這筆小環財,就一刀拖下去 記得嗎? 紅爺,剛才大家的影片都看到了 紅爺的真名,大家有沒有印象 叫做林子善 我會有興趣跟大家講一下,其實當他初市提升的時候 第一次的銀幕演出,就是1999年周星馳昇爺的喜劇之王 當時他演活一個黑社會人物,紅爺 剛才大家看到一些片段,看到他當時的徵站演出 他的八字是什麼呢? 如果大家還有一點印象,也有留意開 我在朝點視頻節目的人都會記得我說過 炳火日元的人,如果見到任水,就是一個大格局 上次在哪裏會看到這個格局呢? 就是這個 陳百強 那一條片裏面 出現的 何超瓊女士的八字 就是炳火 任水了 當時,何超瓊 日署就秉身 然後連署就任人 我們看一下 紅爺 紅爺的八字 我們先拆一拆他,炳火日元, 是 白自主,就是 禁月出生的 九年出生的 任率 任率 任率的年之就是1982年 炳火 見任水 我們八字其實是一個很有系統的學文 有很多本著作,其中一本 如果學八字一定要接觸的 叫做瓏通寶鑑 窮風寶鑑很有系統將十個天綱、十個月園 甲月丙丁無幾更新任貴 在不同的月份出世配合哪些為起用 其中《丙火》篇中 《丙火》日園紙丑人某城市未生有殊害 十二個月中哪些為起用 提過《丙火》日園身於神月就要見淫水 如果金水過多就要用木火去暖身 我們看看《丙火》的八字 《丙火》身於神月就濕濕地 淫水透過出來 這個格局顯而易見 逢是我們見到丙火 又有淫水的話 我們可以說 這個八字的架構不會差到去哪裏 發不發得起 或者怎樣發發 怎樣發發 賺到多少錢呢 就要看它的大運 我們要看幾件事 首先我們要明白 丙火呢 就一定要見淫水的 我特別選擇了紅爺三個年份 我希望大家可以說 那些人生機會是哪裏來的 是怎樣來的 我們常常都說 如果地支有衝撞的時候 我們就會斷那條柱所代表的含意 譬如連署 譬如任率連就是連署 甲晨月就是月署 神率衝 我們通常都會斷父母離意 父母會離婚 但是偏偏 林子善 紅爺 他就沒有這個情況 為什麼 因為地支 那麼多的六衝的組合裡 譬如貌優衝 神率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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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我們要留意一些所謂方局 一些局如果停實了會怎樣 例如他這個 人和神 我們如果在大運和榴槤 我們可以接聽到我在後面沿著 既然看到幼字 往往就會有些黑影的發生 紅爺何時為人所知呢 就是在1999年拍攝《喜劇之王》 當時在行秉武運最後的一年,紀錨 我們有一句八字的口訣叫做紀土,運任培木 這些不寒不燥不濕不乾的八字 其實他要水之餘,也要少少金,木火也要少少 比較特別,因為他主要是神土的關係 他在這年有什麼黑應呢?非常簡單 就是那個任朔本身的任朔其實不強,沒什麼跟 當然我們不知道他的時辰出世 只要紀土和任朔有一定的關係 產生了互動的關係,山黑的關係,雙官制殺的時候 那年他就會有一個聲名列起的情況 他在喜劇之王的表現是非常出彩,大家都會記得他 當時靠這套戲,他開始進入演藝圈 但是始終他是走秉武運,比劫運 之後呢,99年之後那幾年呢,就走丁美運,丁運主事 走這樣的比劫大運的時候,很多時候呢 就是他現在當年的狀況呢,就是他不是很能賺錢 但是有名氣的 那他在什麼時候呢? 由大家看見 unseren公仁的獲物 就是他的於是 AJC出現呢, és 那就是 出現時候,這就是 有時候不僅是任水和丙火,不僅是代表榴槤或大雲 是有機會代表他人的本身 林子善自己說過,他拍完《喜劇之王》之後 他簽了周星馳那間公司,但沒什麼戲拍 當時是誰出糧給他呢?是田啟文 當時沒有所謂,田啟文說我支持你 他度過那段歲月,當時在disco打碟 他就在《喜劇之王》中認識,他就參加了《喜劇之王》的訓練班 李斯哲說我支持你,鼓勵他 沒多久,在2007年的時候 王子華就找到《喜劇之王》 林子善拍了一套戲,叫做《奸人堅》 當時林子善的角色叫做《金錢炮》 他正正式式進入了電視圈 直到現在都在做這項飯 他是《沙道去》,也就走了 很荒野,尚青土太子 你也要留意身邊的貴人,他有沒有那個八字的特色 林子善的八字特色,他要丙火,任水 都見的時候,就會有一個好的現象出現 王子華,他講了幾次,是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貴人 之前講過李施哲,可能李施哲就是和王子華倒閉了一聲 王子華才會點名,找紅爺做金錢炮這個很重要的角色 李施哲的八字就是這個 有個任水 李施哲的八字,這個五火也是保安 紫善丙火日元的,那就不爭在了 林子善的八字,他的命 最大的貴人,令他初事提升的 一定是丙火任水齊見,那是誰 星爺士也,周星馳,秉火,任水 好,很有趣 林子善這個人,秉火日元 神父出世,見任水,格局高強 逢是見到秉火任水,的榴蓮,和大運 都會有那個吉仁 但是這些所謂炳火和任水都是一個信號 它可以是一個人 就是這三位 人緣除了代表貴人之外 也代表姻緣 有一個比較好的看法 比較有趣的看法在林子善身上 有一些高年 也就不一樣了 Bohomy helday 就是和任何一位 演員就是他的 他沒有演員 他有一個很寫的 他沒有演員 要去過一年 他沒有演員 他在2011年認識的,新卯,新金合丙伙,卯就合在下面的局上填實了 這個情況,天合地又成局 這個女生一定是很重要的 這個女生有八成機會是你老婆 他就會問,什麼時候結婚呢? 當這個新金沒有筋的時候,就很有機會結婚了 如果不結婚的時候,就有機會你們兩個的感情會有暗湧 可能結不成婚,就會分手 即是哪年呢? 就是2017年了,丁又年了 因為當他遇到這個女生,2011年,新金合在丙伙 然後卯,人卯臣,做了一個方局,一個印局 可以說,這個女生,現在做了老婆 對她好像媽媽那樣照顧她 很照顧她,做了一個印出來 越令玉 出了一個人,都出了一個金庫 是人卯臣母經 那個女生,是女生 倒掉了一個女生 那這些女生 她說是她們 在這個女生 那種女生 那種女生 就是她們 就是 她們 在2011年的時候,就合在這個炳火上 那個卯,又做了一個方局人卯臣 接著,去到2017年,冰友有金,再補一補新金 就是這年結婚了 好,再跟此善算一下命 這樣說,其實洪爺在英藝圈發展,就已經差不多到頂了 他不是一個大紅大紫的人,但是你在街上會認識他 你會見到他的作品,他最多都是做男一 偶爾可能有些好運的流年會做到男一 其實他自己這條命是一個生意佬 他做生意會更厲害,他人緣很旺 我們又說說褲子,他有兩個褲 十二地支裏面,神術醜味都是褲 神褲和褻褲,神褲和褻褲 神褲很厲害 神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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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2017年結婚 跟著好像2018年擺酒 他的嘉賓去跟他喝很多大明星 你猜不到 可能你這樣說 自己是Carrie Fair 你不要忘記 他人緣很好 很懂得做 很多人去喝他的一餐 當時的媒體都這樣報導 說林子善結婚那晚 擺酒那晚 還熱鬧台慶 是這樣說的 為什麼呢 因為神和術 除了我剛才解釋了那副的含義之外 亦都是他十神裡面的食神 食神是很好的人緣 轉數很快 很懂做 樣子很nice 雙官就很聰明 有種處處逼人和裝作 你有時會頂不上雙官的人 但食神的人你會覺得他都聰明 他有時都會裝一些東西 有時都會搞笑 但是他說的東西 哄得你很開心 然後你就會讓他 算了 讓他威風 OK啊 會和他清兄道弟 就這樣說 鄭家榮都給他面子做鄧川石 鄭家榮在演藝圈裡 他都是比較串的 比較有格調的 他不是個個都合談合玩的 但是竟然會和林子倫是朋友 證明熊爺做人是有一手 我可以斷定他演藝事業不會大紅大子 不知說不會紅得去哪裡 這三十年 林子倫是一個生意老 這三十年 林子倫是一個生意老 他也有機會回大陸發展 大家要好好溫暖這一集 在你的人生裏面 找到和紫善出現的起神 有類似的情況 去碰對你的真命天子 你的真命天女 和會令到你的人生改變的人 就好像當日周星馳 王子華 李思哲 怎樣去改變 紅爺一樣 多謝各位收看這一集 希望大家喜歡